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台湾同胞们 海外调胞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 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追谋空前的 在北京世纪半年进行的中国拳王中量级卫免战 现在让我们一掌声 欢迎现任拳王周时茂出场 这个红色陪中的周时茂 她今年34岁 身高是1米78 体重是99公斤 她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们极大的注意力 周时茂在中国保持中了级拳王称号 已经长达五年之久了 一直保持不败记录 今天也格外的已经注目 拳王周时茂春战的红色黑风像是一盘约约欲动的火 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未免战 对战胜对手未免拳王有信心吗 对不起 这是在中国 请您用中文 对不起 我以为是在国外 当然了 没有问题 那么今天比赛呢 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 现场直播 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 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 而蝉联权王称号呢 当年鲁之深三拳打倒郑关西 难道我还不如俯仁吗 说得好 全王朱世贸 字字有声落地是坑仓有力 好 接起来让我们再以雷宁般的掌声 欢迎挑战者出场 这位 下次挑战者 请问先生 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还问吗 出不来打架来了吗 怎么是来打架呢 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 笑声四起 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未免战 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这有什么感觉 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 在外边打架 它警察馆 到这儿打架 大家还还好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 请问先生 您贵姓 陈 姓陈 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梅女 梅女 在家好二子 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哦 我们知道了 您是 大家都听到了 他叫陈小二子 没得说是日本人 中国人 中国人存种呢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运动员赛前五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 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 有哪些激动的话 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 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 所以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 哎 你是脸 请拳王先生 杜世贸 最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呃 朋友们 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 当一个拳师 如果没有对手的话 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 今天 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 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 不过我非常的钦佩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 钦佩他的勇气 钦佩他的胆量 请看 拳王 朱世贸先生 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 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 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 您在美国和哪些全球同行 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梭和交流呢 啊 太多了 比如说阿里 哦 阿里 这是多名的老拳王啊 霍里菲尔德 哦 霍里菲尔德 不久经当当是禅连拳王 富尔曼 富尔曼 42岁的老拳师啊 泰森 哦 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了 全方泰森呢 好像泰森出事了吧 对对对 对不起 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做监狱了 这里也知道了吗 电视里都播过了 对 都报道了 现在消息真灵通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好 您去监狱看了过泰森 当然 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啊 人家都这模样了 怎么和你切磋啊 牛都不会吹枪啊 你先下去圆一圆圆圆 我跟俺选拳 小小子 请问小看者 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为什么说的 就一个字 不服 对 就是一个字 不服 我从小我这人就这毛病 我听不得谁称王称大 小子 你问问这这几个 很早 在我们那边 你的胡同谁敢 小为 谁敢 可在北京四城你们打听打听 我陈小二子 大便四城无敌手 哈哈 我前面才听说什么什么 有个叫什么 出什么 出什么骂啊 都实骂 他在全台上一战五年 没人敢在这叫板 我这吸引我这鼓励 我这吞一下的 还什么也别说 对 是罗子是吗 全台上见 对 全台上见 从观众的掌声就可以 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 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 您考虑过没有 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输了也是亚军了 最主要不是这个 但是这个 人家奥运精神说的好不是 这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对 对不起 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参与不是掺和 但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看到站在全台上的 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全集联合会 指派的特级职业召集 全集裁判员 由萨克阿拉伯专程赶来 执法这场全集比赛的 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 大项观众揮手之意 由于国际职业全集联合会 知道这场全集比赛难度很大 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 来出任主裁 他便在检查运动员的细线 检查前往的手套 检查 检查 再看看挑战 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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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便检查 我这么记过了 二十岁 我要看一看 丫头 还真错 我看看你的腹齒 什么叫腹齒 这那假牙 参加比赛必须要带腹齒 我没有 那边 你再借一个 这个是我在的 再一次 我又不嫌你张 你还真是干的 陈晓尔的天上对比赛的费色皮肤处理 参加拿坑洞棒的准备 过头 高峰与女员互相伸手示意 打我这一招 他也打我 你摸不懂啊 这就是你这部队 他先打我的 看着陈晓尔的先生现在盯住了李小姐 她的经历有些分散 看好比赛就要开始了 第一局比赛开始 写王继续贸易上来的两个阶段 连这一八公 右手两句之前打了陈晓尔的暴徒师 陈晓尔的跟他编程不见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没有 陈晓尔的顾书帽战机主动 陈晓尔的二次 在第一阶段比赛里面被动 他现在西医装招职 好 陈晓尔的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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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 朱师茂先生对此没有什么防费 最被打到团塔一遍 请问陈晓尔的二次 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训法呀 防防权 刚才采用的是防防权 这种挟法在我国农村 特别是广大妇女 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 现在你们愿意是 命运一驶小峰 就是一个防防权 接着 哦 这就是反防防权 打著全王朱世茂一陣捏切,扣不住氣了 全王朱世茂,連續進攻,走,反規 朱世茂開始喘進,雙方第一集比賽結束了 在第一集比賽裏面,我們看到 全王朱世茂先生沒有賺到任何便宜 而陳小二子先生小巧地利用比賽贊成的機會又給了全王一拳 陳小二子先生一上來就是王朱全,接著反王朱全,這次全王找我防備 全王朱世茂,所有派公,陳小二子先生,是第五高架之中 全王朱世茂的台上揚起雙手向觀眾示意 全王朱世茂發滅雷風 全王朱世茂,第二集比賽結束了 今天比赛里面陈小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取巧的战术 两次偷袭折手 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 体力消耗相当大 而且汗流脚位 全王陈小二子 心安理得地受到了 全王的位置下 朱世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 走 走 走 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 郭政从沙特阿拉伯转来的国际裁判 和地中线上将双方分开 这次挑战者陈小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全王朱世茂呢 坐到了全王的位置 小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色 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 比赛季比赛一开始 全王朱世茂 小胞的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侧脸 在地前正如对手的门面上 小二子的脸 地图中间打了那么多 又地前地图从骨子 最前打在正中央 继续歪打正着 小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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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小兒子飛到比賽裡面 飛機擱開 那就要覺得有什麼事 什麼事 怎麼咬人啊 我沒有 沒有咬嘛 還怕沒有看到 沒有 怎麼沒有 你看是不是你咬人 這次把他的電視觀眾看得非常清楚 這些是抗人了 誰知道自己咬的 怎么死到自己脚子 这是不是他的牙 这是不是他的牙子吧 前王一天将主裁判打倒在地 这时候腾小二子抱住前王 前王主持报的台上召声大笑起来 还给他们打倒自己的高手太早了 腾小二子现在始终扎手间 临格的带打 打倒自己 打倒自己 一众大帐的带手 他把他重点联系力梦 冯归 冯归 方企专先生 你不不不 他也受了感染了 你不不不 完 一 二 二 三 还听我的 我的听法就是 這裁判也受了感染,為何陳強二子抱著裁判,永本裁判? 他以前把裁判打到一邊,陳強二子還以為裁判,抱住了那方,一看是這首!